退伍兵王带着儿子抢银行 不到五分钟就结走巨款200万 这就是震惊全国的郑州银行大结案 时间2000年12月9日 地点河南郑州银鸡商贸城 这天下午 一位头戴脸基尼的大爷 来到商场一楼的银行六弯 他淡定地走到橱窗口 将一个自制炸弹贴在了玻璃上 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把义务员和旁边的路人都吓得不轻 一位机灵的女员工 悄悄地按下了警报系统 随后大家四散而逃 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了现场 三秒过后 柜台的防弹玻璃被炸开了一个洞 那威力差点把蒙面大爷也连带着解决了 待浓烟散去 大爷便立刻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大铁锤 三下两下就把整块玻璃全部砸开 随后和另外三名同伙一起进入内部 将银行里的200多万现金全部洗劫一空 然而当他们打算拿钱跑路时 却意外遇到了一位勇士 这保安能处有事真上 可惜率不过三秒 就被这群歹徒直接给了一箱 四个人一路逃窜溜进了商场 之后又照机会卸掉伪装 趁乱混入了人群 由于这起案件性质严重 共造成一人死亡 十余人受伤 警方很快便组织了几百名精英强将 在商场附近 娱乐场所 以及机场火车站等出城要道 展开了地毯式的搜查 可惜范围太广 人员太杂 起初并没有显著收获 这些案件在我们郑州 像一些炸弹一样 也跟我们公安干净化 压上一个石头 因为我们郑州是从80年以来 一直到2000年 每年基本上就发生 为了紧快破案 让老百姓放心出门 国安部对此也高度重视 特意选派了多名刑侦专家前来协助 通过对嫌疑人的综合分析 专家们认为 犯罪分子对抢击目标 周围地形 以及出入现场路线等十分了解 作案过程简洁明快 不慌不乱 从开始到结束 仅用了不到五分钟的时间 行动前应该经过多次踩点 具有超强的心理素质 要么有过专业训练 要么就是惯犯 而他们逃离现场不远 就能藏起枪支险金 说明后方有其他同伙接应 在郑州应该有固定的落脚点 这是震惊全国的郑州129银行大结案 退伍兵王带着儿子抢民航 不到五分钟就截走巨款200万 专家们对监控物像进行了辨认分析 但嫌疑人当时全部蒙面 只能勾勒出他们的身高年龄和体态特征 不过现场的技术人员却有了发现 罪犯案发逃跑时曾遗落了部分工具 两顶蒙面用的马虎帽 一张包装用的大核爆 散落在地上的子弹壳 以及铁锤烟火筒等28种物证 从炸弹装置和报纸上 技术人员提取到了两枚指纹 此外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线索 炸弹的拉火管是军用零件 几乎不会在市场流通 这个团伙中可能有人当过兵 而在关键的拉火管物证上 办案人员还联想到了 发生在郑州的另外三级案件 分别是96年的个体库抢劫案 97年的电信局抢劫案 以及99年的交通路储蓄所抢劫案 现场都有同款型号的炸弹拉火管 作案手法也和这次搞禄相似 经过反复的研究讨论 指挥部决定并案调查 对前三起案发地 周围的两公里范围实行重点清查 与此同时警方根据嫌疑人的口音 把平顶山许昌立为外围侦查区域 将5000份录像光碟分发到各市 在大街小巷播放 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 之后的半年底 专案组共接收到了2000多个举报电话 击连破获了800多起支嫌任务 但始终没有找到嫌疑人 指挥部只好再次调整侦查方向 在郑州划分出五个重点区域 安排1400多名警力入户派查 务必做到不漏一户不缺一人 好在公府不负有心人 2001年6月12日 两位民警在郑州某小区走访摸牌时 发现了异常情况 民警再次上楼敲门 三分钟后 屋里的女主人才打开房门 民警进门后 环顾了一圈 发现房间的门锁和案发时 嫌疑人留下的锁一样 而且男主人的身高特征 都和其中一个嫌疑人十分接近 经过一番询问后得知 男人名叫张书海 夫妻俩都是平顶山夜线人 由于刚好符合当时的重点排查目标 班人员当即就向他带回局里审讯 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 张书海都表现得很是镇定 他谎称自己没有当过兵 回答问题也毫无破绽 因此审问结束后 就被放回了家中 但临走时 警方提取了他的指纹 经过反复对比后确认 张书海的指纹 和现场发现的大核爆上 残留的完全吻合 这是震惊全国的郑州129银行大集案 退伍兵王带着儿子抢银行 不到五分钟就截走巨款200万 警方在掌握了有效证据后 立刻集结警力 前去抓捕 在前人张书海的住处楼下 遇到他的老婆和妹妹 当时正提着两个行李袋 准备跑路 警方当场就将他们控制起来 并在家中以及袋子里 缴获了大批赃款 和一些还没来得及 转移的枪支火药等作案工具 在得知张书海已经连夜乘火车 回平岭山老家时 专案组立刻联系当地的办案人员 悄悄在周围捕控 经过大家的不切努力 最终张书海抓获 2001年6月13日 犯罪嫌疑人张书海落网 可他始终不愿承认自己的犯罪事实 李局长只好亲自出马 将确凿的证据摆在他的面前 我说张书海 你在研究我 同时我也在研究那三年 在三年当中你说作说为 特别是你的犯罪事实 在我心目中一目了然 你的规矩我非常清楚 张书海说 为什么把我搞到公安局 我说抓你 是有可求根据 你在捉案过程当中 带了手套 但是你在执招 炸药 爆炸装置的时候 没有带手套 你的指纹留到我 被我们 你给他执招 十秒通过 经过半个小时的感化 张书海终于被攻破防线 供出的同伙也承认了罪行 随后张书海便被游街使众 坐着敞篷车回到郑州 不久后 警方便将其余几名同伙 张红超 张史静 乔红军 张小马等 一并抓捕归案 至此 郑州的机器银行抢劫案成功告破 老百姓悬着的心也终于可以落地了 值得一提的是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犯罪团伙 张小马是张书海的侄子 初次作案时就已经入伙 张红超是张书海的儿子 是一名警校学生 同时还是学生会主席 乔红军和张世静 都是张红超的同学 在金钱的诱惑下 一起走入了歧途 而张书海年轻时当过兵 退伍后还当了一段时间村主任 后来下海经商欠了一屁股外债 之后心灰意冷地回家竞选赴乡长 结果遇到的偷偷走后门的人 一气之下患上了高血压糖尿病 他不甘心自己一直被钱困扰 于是古东儿子一起抢劫发财 2001年8月18日 该团伙6名主犯被判处死刑 并于当年的9月14日执行了相决 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张红超原本可以有更好的前程 可惜最终还是没能守住防线 被自己的亲爹坑死 愿大家引以为戒 脚踏实地地走好每一步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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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